明星開賣啦 Action 演藝圈總是給人一種 光鮮亮麗的感覺 讓許許多多懷抱明星夢想的素人 一股腦都往前衝 其實擁有明星夢的人 一筆也是 但是能夠成功站在 五光十色的舞台上 卻是寥寥無幾 好萊塢知名舞打巨星成龍 出道時也只是位跑龍套的小角色 每個人都是看見 螢光目前的成果 卻忽略掉了背後努力的汗水 機會是留給準備好的龍 挑戰夢想的舞台 你可能就是下一個Superstar 60秒 加油 各位觀眾能夠享受 加油 我想好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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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期待我的活動表演嗎 加油 加油 主人大膽玩火 攝影棚當場是我啦 還有... 地上,你看地板 地板倒滑了耶 我的天啊,怎麼會這樣 地板都倒滑了 好,你看地板 好,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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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心機太重了啊 怎麼說 你這樣表演 對 就算不精彩,誰在這裡 沒有人坐這裡啊 怎麼樣 先招太變了啦 對啊 對,你乾脆就直接拿個火把 然後這樣做就好了 就跑掉了 稍稍60秒到啊 不就對啊 對啊 是 燈暗的時候 表示一切都要成功 當燈亮的時候 那就表示戲陣上 有新的作品要產生 想進入演藝圈的人 多如煩心 但是 能留下來的 又有幾個 會是他嗎 會是他嗎 又不是中元節 怎麼可能 會是他嗎 這一切 當然都要觀眾來決定 所以您的遙控器非常的重要 只有你可以決定 他們可不可以留在這個舞台 這個舞台是什麼舞台呢 當然就是 明星開賣啦 我們今天呢 也請到了三位非常專業的評審 第一位呢 就是工作女性代表何佳玟 第二位呢 工作男性無聊族群的代表 NONO 謝謝 大家好 第三位呢 也就是我們學生族群的代表 童童 你好 要請問一下三位了 是 想要進入演藝圈的人 非常之多 是 對 怎麼樣 他才可以在這個 短短的60秒鐘之內 讓大家看到您的優點 我覺得最大的重點 在有辨識度 不管你是最漂亮的 最醜的 最爛的 最好的 至少要讓人家記得住 這個安提霍盒 曾經說過什麼話 又來了 機會是給有準備的人 因為只有短短60秒 你可以把你的畢生的絕學 在這60秒以內 全部呈現出來 不要想說要留一手 我下次來 你這次都沒過關 下次怎麼還有機會來呢 對 所以就把你最精采的人生 在60秒以內 全部把它表現出來 對 以後的是 再慢慢學 真的 有一個人想說 他第50秒的時候 再把鴨香寶拿出來 來不及了 來不及了 前五秒我們就看不下去 按插了 對不對 對 這樣一開場 第一秒就要嚇到我們 對 才會吸引住我們的目光 是 吸引住我們的眼球 對 對 那彤彤 學生代表怎麼說 就是我覺得 不要再拿一些老招出來 老梗 大家已經看很煩了 對 比賽規則說明 每一位參賽者 都有60秒的表演時間 由三位來賓給燈 第一個燈亮代表警告 第二個燈亮 參賽者就要小心喔 三個燈全亮的話 就會被咱們主持人 撐出攝影棚了 奉勸沒有準備好的參賽者 不要輕易嘗試 另外亮兩個燈以下的參賽者 即可接受個人專訪喔 究竟今天的挑戰者 誰是下一個超級巨星呢 歡迎第一號 第一號 他要表演的是 火舞秀 等一下我就要上場表演囉 進擊賽 我的火舞表演 加油 加油 夾腿夾快 你幹嘛 沒這樣 沒這樣 加油 地板 地板爪穩 我的天啊 怎麼會這樣 地板都爪穩了 你看地板 地板 地板爪穩了耶 手也是 這邊 你在這裡 好陰險哦 紅筆跟... 抓捏嗎 抓捏 抓捏 抓捏,抓捏 抓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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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什麼 仙女棒中棒 抓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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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難講的 射到攝影師的頭 Oh my God 好,不要玩了 還沒啦,還是有我耶 不要再選囉 結束了,可以出去了 從這個都成立了 不是啦 大家都有時間按鈴啊 大哥 你剛剛在嘴巴那個 應該是那種火花要加出來 怎麼會一坨往前衝 對 對啦 仙女棒中棒 而且那個炮是放到哪裡去啊 但是我覺得啊 選手心機太重了 陳毅 他的心機太重了 買到澳炮 買到澳炮 對啊,你心機太重了啊 怎麼說 你這樣表演 就算不精采 誰在這裡 沒有人過這裡啊 這招太賤了啦 對啊 對,你乾脆就直接拿個火把 然後這樣子就好 就跑掉了 燒到60秒到啊 我們就,對啊 對啊 我等一下會這麼說 這招可以提供給後面18位選手 可以用這一招 不是 可是他的表演 他的表演 對 因為你們剛剛說 因為他這樣太危險 大家沒有辦法按嘛 對 你們有想要按的意思嗎 沒有耶 沒有,為什麼 很精采 為什麼 對,就可以表演到同時攝影棚 所有人都離開 連主持人也離開 對 只剩他一個人在這邊solo 對 但是我覺得不錯啦 因為第一個表演這個要不怕火 不怕火嗎 要先克服心理障礙 嗯哼 但這個不是每個人都可以表演 是 對不對 而且四號攝影師跑到到現在都還沒 有少一個 真的 烈火了吧 那佳玟覺得 我覺得這個不是一般凡人可以表演的 所以其實他有 就是剛剛彤彤講的至少很新鮮 對 因為不可能每個藝人都會模仿他嘛 常常練習的時候是不是容易受傷 有,我曾經在表演跟練習過的時候 最嚴重是整隻手被燒掉 他竟然手那個是抑制嗎 是假的 這邊有 可以取下來 不是啦,你要幹什麼啦 這是真的手 皮膚是二度燙傷 送到醫院裡面的時候 大概我調養了半年 是 但是調養過程還是照樣表演 非常厲害 他喜歡這個 我們恭喜我們的誠意過關 謝謝 謝謝 請上座 上座 歡迎下一位參賽者 他是一位家庭主婦喔 請出床 要按人一次嗎 真的好精采喔 我真的很緊張 我幫我幫你加油 加油 謝謝 從年輕時一直到現在 最討厭麻煩了 什麼洗衣服清衣服的東西 都買過用過 就是沒有用過像這麼好用的 萬能牌清潔筆 你們知道嗎 像口紅般的設計 旋轉開來就可以使用 只要輕輕的在領口 跟袖口上有髒物的地方 吐一吐抹一抹 完全不用戳 真的很方便喔 一下子污垢就自己會掉了 真的是太厲害了 我真的愛死這支 萬能牌清潔筆了 還有還有 它還有一個神奇的功能啊 就是它有薄荷的味道 只要聞過這支清潔筆之後 本來不會唱歌的人啊 就變得會唱歌了喔 像我剛開始啊 不會唱歌 你們聽看看 回憶 可是聞過這支清潔筆之後 你們再聽看看 回憶過去 痛苦的相思快忘掉 你們看 是不是很神奇啊 我真的愛死這支 神奇的 不能牌清潔筆了 謝謝 來 謝謝 有請我們蔡婉芸小姐 表演了一分鐘 差不多呢 她的表演也結束了 那三位一個叉都沒有按 我們要先聽一下 三位的看法 我代表這個社會底層的這個 男性工作者 對… 我覺得菜籃組啊 有這種表現啊 我覺得算是還不錯啦 只是她有一點這個 偷偷摸摸的 就這樣碰過去了 對… 那表示她的 那個設計的橋段 有吸引到我們 就想要看她 到底後面是葫蘆裡賣什麼藥 是… 孰不知 派出來拿出來的 結果拿出來是 然後說圖圖圖 我想說有什麼怪招有沒有 想說這樣一圖 整件衣服會變白的 對 就厲害 結果她只是把那個 黑面膠帶撕掉而已 你可以買那種兩面穿的衣服 比如說是紅的 圖一圖 翻過來穿變白的 白色色的 對啊 但是她剛剛那個第二個說什麼 歌聲不好 一吻了之後 你可能沒有吻夠 也沒有太好 吻了之後也是一樣不好 可是文貴這支清潔米之後 你們再聽看看 回憶過去 痛哭的相思快忘掉 可是我想要請問一下 你真的是家庭主婦嗎 我真的是家庭主婦 不過我有當臨時演員的經驗 她經驗有多豐富 我跟各位報告一下 她參加過台灣彩卷 中華電信MOD廣告 全X便利商店網路廣告 好厲害喔 她是廣告界的前輩 也祝妳母親節快樂 謝謝 幾位了 母親節快樂 重陽節 重陽 謝謝我們蔡婉芸 蔡婉芸小姐 謝謝 過關了 今天真的太幸運了 滿生意的 1號 2號全部都過關 怎麼會這樣呢 接下來呢 我們要來看一下3號 3號 13歲 是一個學生 我現在還滿意 因為早上九太九 腳有點高 我現在還是有點卡通 但是應該沒問題吧 但是我是最主要 一定要緊張微笑 都忘記要緊張笑 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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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春洋溢的韓風舞曲 廣告號清田登場 小小舞王舞后 偷偷點燃艾苗囉 妳們搭檔多久了 3年 那妳喜歡她嗎 剛剛在化妝間的時候 妹妹很可愛 因為化妝師說 要幫她綁包包頭 對 她說不能綁太高 這樣我看起來會比她高 對 她很為對方熟想耶 考慮到對方男生耶 愛你不是什麼 對 真的耶 你知道嗎